大家好啊 前两天我看到有人说哈 说中国实际的人口只有7.87亿 哎呦 抱歉抱歉啊 打一喷嚏啊 一响二骂三惦记哈 打一个喷嚏有人想你啊 一响二骂三惦记 哈哈哈哈 这个说是公安部人口管理局 呃根据中国的这个身份证 发放了多少身份证 实际上还真实啊 真实的数字 公安部一定是知道 尤其是公安部这个人口管理局啊 说只有7.87亿 然后最近中国又出台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啊 放开三胎 甚至说你生四胎也不罚你的款 实际上啊 在这个边疆地区 尤其在什么西藏啊 新疆这样的地方 人家少数民族啊 早就不听你这套了 我07年去新疆阿拉泰 和睦喀纳斯蒙古族那个乡 实际上就是个村和睦村 有一个18岁的小伙子 叫伊斯莫拉提 他是在阿拉泰地区三中念高中的学生 我到他家去住 他们家就五个孩子呀 哥俩仅仨呀 你想想啊 他当年差不多18岁左右上高二 那是07年 那他哪年生的 89年生的 中国早就实行计划生育了 人家边疆少数民族 人家才不管你这套呢 另外我忽然间觉得 根本就不应该 有什么多数民族 或者主体民族 什么少数民族之分 对吧 你就不应该分这些 然后还照顾吧 还这个那个 是吧 你就该怎么办怎么办 就一刀贴 一视同仁 或者你让边疆彻底的自治 是吧 或者你就完全是跟内地所有人 对吧 一视同仁 其实你都不应该管 谁爱生多少生多少 7.87亿 据说是 这个如果才这么少的人 是吧 对外老是说14亿 说14.14.1178 14亿一起发 14.178 那你要这么说 那还8亿人都不到呢 那打了折扣打了多少呢 打了75%的折扣 对吧 打了四分之三的折扣 或者说造假 到底造没造假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那1960年大约进 58年吧 58年大约进 是吧 这个报纸上 说先说亩产 3000斤 2000斤 3000斤 8000斤 1万斤 最后还有几万斤吧 听说还有10万斤 这不就是吹牛吗 吹的牛还有边吗 结果饿死了多少人呀 对吧 那会儿我们家的二奶奶 我 我爷爷亲哥仨 我爷老三 那个二爷爷就是死的比较早 二奶奶在农村 还到北京来 还到我们家来了 在我们家吃饭 实在是那会儿我们家也饿得不行了 后来我奶奶 我妈是大儿媳妇吗 我奶奶说 给你二妈 给送回去吧 让我妈给送回去 结果走到天津 那会儿都有船呀 小火轮 那白杨殿 大清河 赵王新河 那会儿都有水 你现在的环境多差呀 对吧 有水 那会儿从天津 坐小火轮 回我们老家 结果就我妈亲眼看见 很多人抢东西 抢包袱瓶 那会儿就一个包袱 里边可能放几个馒头 放点烙饼 抢 还有的人 你买个油饼 呸 往你的油饼上 吐口吐沫或者痰 然后他就吃下去了 你打他吗 你还是怎么着 他就饿成那个地步 那是我妈亲眼看见的 到我们家 有一个剃头的 走街串巷剃头的 到我们家来剃完头 我们家发现丢了点钱和粮票 后来他给我们家写了一封信 说对不起 说家里边人太多了 饿得受不了了 说将来我会还你们的 是吧 还有顺一木林 那会儿顺一线呀 远郊 木林 都快到密云和平谷了 那边有粮食 那会儿我爷爷我爸 他们说去买点粮食吧 饿得难受 到那去买 还不允许卖 结果到了那就让人给摁那了 就类似于工商局 工商所 后来我爸跟我说 那就等于是让人给 设了个套 设了个局 啊 钱也没了 啊 粮票也没了 粮食也没拉回来 那没抓你就好事 那那个年代跟你跟共产党讲理 你讲的通吗 没要你命 没他妈拿刀砍你脑袋 就算对得起你 是不是 你在中国 你跟共产党讲道理 你讲的通吗 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你说是真的是假的 对吧 还有 你说我原来有个小买买 小公司 我在东城区 是吧 我就在我们家干呀 就我们那个安定门外青年活 我在我们家 是吧 我租一个半地下 四间房 放点货 门口再搭个棚子 是吧 底下是木头拍子 放点米面油 饮料 连批发带零售 我们一家子靠那活着 对吧 那我们那个和平里 街道办人处统计科 就把我给统计上了 我这个销售额 纳税 他说我这算区域经济 可是我本 我本来就是在另一个区注册的呀 另一个区 他也给我统计上了 我在那注册的 他能不统计我吗 所以你说这数字是真的吗 这不就是重复的给你计算了吗 是吧 再举个例子 我去那个山东烟台 那个朝远 招手的招 召唤的招 远近的远 朝远 夏殿镇 春夏秋冬的夏 草殿子的殿 北京马殿的殿 是吧 就就夏殿镇 后路家村 前后的后 马路的路 后路家村 他们叫后路家 就在那儿啊 我就在那个杨大哥他们家呀 杨大哥是原来那个南京七侠 他是当兵出身 山东也有个七侠 烟台也有七侠 七侠县吉市 南京是七侠区 他在那儿工程兵啊 南京军区工程兵 他们在那儿 后来他当兵回来的 他在后来在村里当副书记 他就说了 他们镇里边 乡里边 跟他们要一个什么什么数字 网上报 报上去一看 你这数字写的低 回去改 改完之后还不行 还让你改 就大跃进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 根本就没有饥荒 他们那边是焦东半岛 焦东丘陵 乡里边的干部 在他们周围那个乡 最高的那个丘陵 那个山头上 最高的 往下看 看什么呢 夜里 每个村 每个村都要着火 着火是干嘛呀 不是纵火 大链钢铁 小高炉 把周围的树全砍了 王光美啊 前两天我有一篇文章啊 我还没跟大家分享 这个信息太多了 王光美 从北京出发 就看到铁路线周围的树都砍了 为什么砍了 大链钢铁 我早就说过 我去年就说过啊 大跃进 不但是 是吧 这个国民经济 饿死人 他把中国的环境都毁了 砍了得有上亿棵的树 就是搞那小高炉 最后炼的他们什么东西 一堆废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到底多少人我们不知道 是吧 还有人给算了 说14.1亿 那除非中国这一年才死了30万人 你往年都死上千万的人 是吧 这数字明显就有假 那不可能是真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中国的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还是我的客户呢 国家统计局 对吧 那个数字 每年的GDP的数字 各省公布的数字 和国家统计局的 他对不上茬 各省的数字加起来 要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个GDP 但是你说国家统计局就真吗 他还不真 那各省更不真 更假 都是这样 国家统计局就在三里合 那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叫国统公司 什么叫国统啊 就是国家统计局 国统公司就买我东西 他们没本事到外边挣钱 他们是我给他便宜 他在加价卖给本单位 比如说卖给本单位的老干部局 卖给机关服务中心 他们就挣热钱 就有就就就算养他们了 就算分流了 你让他们的市场经济 到外面去海里边下海 打几个滚 得给他们枪着 甚至枪死 还有那个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也是我的客户 那儿的几个头都是高干子弟 都是中央那些领导人的孩子 中国整个中国就是五百个家族的 然后那个说到这个市 说到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公安部啊 公安部人口局 这个我倒不认识他们啊 公安部大院那会儿我老去 公安部大院的那个机关党委 机关服务中心 食堂 还有车队啊 这几个都买过我东西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下面有个人口管理处 那个是我的客户 北京市公安局一共有处级单位啊 也包括各区县 各区县的公安分局 和市局的下边这些处后来叫总队 有的啊 他们一共是五十多个 基本上这五十多个我都熟啊 其中有十来个买过东西 这个北京市人口管理处叫八处市局八处啊 像市局二处啊 刑侦处后来叫刑侦总队啊 这个经济犯罪侦查处经侦处原来叫十九处啊 像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巡警总队啊 有一段时间叫巡特警总队 是吧 现在叫特警总队十二处啊 这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什么东城分局西城分局海淀分局 原来都买我东西 这个人口管理处是有两个处合并的 一个叫原来是北京市 你有北京市户口的那个叫户籍处啊 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叫外来人口管理处 后来给他们合并了 这个单位原来在哪啊 在西客站啊 西客站他们占了一半 另外一半被谁呢 另外一半被被那个被西客站公安分局占了一半啊 西客站公安分局有一个副局长姓孔 还帮过我一点忙啊 他弟弟啊 开了个工开了个饭庄叫红太阳 就在丰台啊 丰台那个玉泉洋环岛西边啊 那儿啊 张家庄路那边那儿有一个家具城 开了一个红太阳饭庄那儿他弟弟 这个原来他们就在西客站啊 后来那个地儿他搬了 搬了有一段时间给了那个12处 那个特警总队 12处一部分在这儿 主要在那个西洪门 大兴西洪门 后来整个搬到了昌平北京路 然后这个市局八处 从西客站后来搬了 搬到丰台南三环外 承受四路哎 那儿那个行政处的处长赵哥啊 赵哥住丰台脚门 马家铺这边南三环外 哎 这我都熟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聊的痛快点哈 今天又浇树又浇花啊 上下午各一次一共两次 又跟这个狗啊 这个这个玩了会儿球啊 然后又刷锅洗碗啊 然后上来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祝大家啊 这个炎炎夏日啊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